要什麼 我要兩個肉蛋三明治 原味辣味 原味的 幫客人點餐 一人無懷中 展現十足親和力 利用空檔時間到夜市擺攤 為的就是讓生活更穩定 除非你很紅 要麻的話 你不可能一年都是有戲在拍的 所以有家庭有小孩必須要 還是要負起責任來吧 你知道這個沙糖 是怎麼製造出來的嗎 怎麼製造 好像是用甘蔗做出來的 甘蔗 主持兒童節目風格活潑 吳懷中也拍過不少戲劇 曾經獲得金鐘獎肯定 拿下最佳演出人獎 但近年演藝工作不穩定 讓他決定帶著妻子 到夜市賣炭烤三明治 我們這個都是烤爐 是烤爐的話沒辦法 必須就是要固著 所以每個工作 每個工作也辛苦 因夏日 吳懷中與妻子兩人 熱到滿頭是汗 努力工作研發特殊口味 生意也漸漸上軌道 他的抱怨聲就是說 反正就是拍戲不紅 所以才來做夜市 然後我就聽聽就算了 只是我心裡想說 他不是自己也做夜市嗎 幹嘛這麼好像很看不起這樣子 其他攤販的酸言酸語 吳懷中不以為意 認為只要肯做 就不怕別人看不起 我覺得如果說以藝人來講 能夠放下身段 在夜市擺個路邊攤 我覺得那是要很大的勇氣 吳懷中轉戰夜市 儘管辛苦 但至少生活過得踏實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願意放下藝人身段 也讓來往顧客 給他比個讚 藝人令人墨利 謝盧 謝盧